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已经学习到了如何把一个图片放在另一个图片表面 这就是比例的操作 当我们使用了比例的操作的时候 这个小人就会移动到这个背景上 但是大家会看到他是完全将这个图片移动到这个背景上的 而他的而这个小人自带的这个背景还在 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会发现他格格不入 会发现这个并不是一张完整的图片 他并没有融合到这个大背景下 如何处理呢 我们就要运用到这节课所需要的知识关键色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操作步骤 既然关键色是基于比例的一种处理 那我们首先就需要用到前几节课中学习到的比例的过程 这里面加载比例的过程与之前的课程是完全一样的 当我们加载完成之后 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如何将这样的一个效果优化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关键色 首先我们需要用到sdlmaprjb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功能就是输入红绿蓝三个颜色的数值 它的数值是x刻码的值 来获得表面具有相同格式的像素 它后边有几个参数 一会儿在大马展示中为大家讲解 接下来就像进行sdlsetcolorkey这个函数的使用 这个函数里面也有三个参数 它三个参数分别代表的含义是 第一个参数代表我们想要设置关键色的表面 第二个代表是我们想要设置的标志 而第三个代表的就是我们一会儿在代码中将会为大家展示的 colorkey colorkey就是使用到了sdlmaprjb这个函数 而这里面出现了一个sdlsrccolorkey 它的含义是代表当当belit这个表面的时候 我们才进行关键色的处理 当我们完成了这些全部的操作之后 我们就需要将我们优化好的进行关键色处理好的 那个所有的东西返回给我们这个表面 就要进行表面加载函数的返回优化 并设置关键色的表面 当我们完成了这一期的步骤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图片 当大家看到这样的图片的时候 就发现这样的图片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因为它比较融合到这个背景 接下来为大家讲解一下代码 首先我们先复义一下 首先这些是投文件 然后接下来我们设置了一下它的长和宽 然后这些我们定义了一下sdlsrc的指针变量 然后我们出值复为空 然后在这里面我使用sdl引运的这个结构体 来定义了一个引运的事件驱动编程 然后接下来这部分就是我们之前学习到的比例 首先我们有我们先是几个指针 然后都给它们复制为空 一般我们定义指针的时候 都会给它们复制一个空值 避免野指针 然后接下来是判断 判断这个图片是否为空 如果不为空的话 我们进行加载 然后这些是一系列的操作 然后接下来是展示图片 将图片展示上去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之前 在之前已经学习到了这些操作的用法 然后首先我们先运一下 刚才这些代码都是我们在比例的和引运的时都已经用到的 然后大家会看到 它展示图片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是它的背景图片 然后这是它的这个小人 然后是这样上去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运用到我们这些课中所要学习的东西 然后首先我用这个 首先我先处实化一个color key这个变量 然后color key那是我们刚才在假意中已经说到的 它是在材的color key这个三个参数里面的最后一个参数 它是用来获取红绿园那三个值的 然后后边这三个是分别代表rdb那个数值的 那个它那些值 然后这个值可以在网上查到 然后接下来 嗯就是setcolor 然后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 然后照展示图的效果就跟我在假意中最后一张图片是一样的 它显得非常的和这张图片相当于结合在一起 然后接下来我可以进行一下简单的操作让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 嗯我可以移动一下咱们前面那个图片的也呃位置 然后这样我再运行一下 然后你看到它的移动过程中是非常就是没有那些看起来是非常舒畅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实际上的这些操作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的后边的学习 后边的学习 比如我们比如这是一个游戏场景 我需要让一个小人摁杀左右移动的时候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它的基本的步骤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在后边学习一下监听 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RGB的颜色所对用的那些代码的查询 大家可以从网上查询一下 嗯其实我感觉这样的查询是非常比较复杂的 嗯现在大家一定都有QQ吧 然后QQ里面有一个Q截图工具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截图工具大家会发现它的右下角 你看比如我割到黑色 然后这有一个RGB的数值分别是多少 然后割到白色它的RGB的数值分别是多少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来查询它的数值 然后那些参数可以直接接收到这些数值的 可以为大家展示一下 嗯比如我想看看什么颜色 然后看呢可以割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来提取我们那些图片上的数值 图片上那些颜色了 然后可以写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就不必写这些16进制码了 然后因为这些16进制码 0xff它代表着16进制啊 然后这些16进制我们是看不懂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16进制转化成我们看得懂的 10进制 刚才为大家做了一下简单的代码展示 还教了大家一种如何去查那个颜色的 那个图片颜色的RGB数值的方法 我们可以通往直接查它的数值 也可以用简单的工具来提取 然后在下一节课中呢 我将为大家讲解一下子图和局部比例 这里面是子图的一个定义和局部比例 的一些就是它如何使用的一个简单的概述 就是为什么要使用它 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提点要求 希望大家可以去熟悉一下前几课中的内容 因为我们在后边的课程中将和前面的课程是紧连着的 我们前面如果学不到好的话 对后边的学习是有一定影响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发邮件告诉我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